hello大家好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情故事机 最近啊 咱这个乾隆朝的事讲的太多了 包括前两天 我那个仙下圆明园的活动 都说这乾隆的事 我看这个评论啊 包括这个仙下朋友跟我讨论的 知道我就有一问题 就是不少朋友都说啊 这乾隆这不是盛世吗 怎么到你嘴里 这盛世就完蛋了 这乾隆也成完蛋了呀 咱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说啊 就算是乾隆朝 他真是盛世 对吧 那也只是他自己的盛世 跟他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今儿呢 咱再聊一事啊 听完这事呢 您琢磨琢磨 看看这到底算不算盛世 这事呢 发生在乾隆58年啊 这一年是1793年 这年7月份 有一大队英国船啊 抵达这个定海 也就是现在的舟山 船上呢 是以英国外交家 马格尔尼伯爵为首的 马格尔尼使团 英国人啊 对这次使团访华特别重视 早在一年多之前 这英国议会就在讨论什么呢 是否用武力啊 对中国采取什么手段 来换取这个贸易的公平 这个背景啊 咱们之前介绍过 这英国当时长期处于 这贸易逆差 对吧 而且他们的商人在中国呢 很受辱 当时的英国 其实人家早就完成工业革命了 并且在这欧洲先后击败了谁啊 西班牙 荷兰 法国这种老牌强国 殖民地遍布北美 非洲 印度 那日不落帝国的雏形 都已经出去规模了 面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这碰壁啊 他们那当时那种心态 咱可其实可以想象 马格尔尼啊 是英国外交家 这年的55岁 他从20出头就一直担任这个驻外使臣 对中国也比较了解 他在议会的发表演说的时候 就表示什么呢 要先用和平手段 争取这中国市场 并且说服这个英王乔治三世 以给乾隆皇上祝寿为名 带着大量礼物来中国 先呢 博取乾隆的欢心 之后咱再聊贸易的事 乔治三世这哥们 咱说实话 虽然这智商有限 而且还患有癫痫 实时就抽过去了 但是这个 这回这表现的十分英明 同意了他这个提议 马格尔尼呢 他就转手准备 送给乾隆皇上各种礼物啊 这些礼物呢 真是精挑细选 包括什么呀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车 这中国也有马车 但是中国马车没有减震 包括皇上坐那也没减震 坐着那个 极其难受 人家英国这马车 就是最先进的 有弹簧减震 上来配着沙发特别舒服 甚至还有什么呀 热气球 马格尔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个乾隆皇上 他但凡看这热气球 他能美上天气 好家伙 他乾隆皇帝 将成为整个东半球 第一个上天的人 其他东西也很多呀 包括什么滑塘炮啊 碎发枪 甚至有一个太阳系的机械模型 就在马格尔尼看来啊 如果乾隆看这些东西 肯定就能了解到 大清和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 那之后肯定就加深交流呗 学习吧 为了让这个访华顺利进行 马格尔尼还特意提前一年 就给乾隆写了封信 告诉他英国人啊 要带着大量的礼物前来助寿 从这个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来 那会儿的英国人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想跟大清友好交流 咱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啊 这个乾隆皇上呢 就收到了英国人来的信 听说这英国人要给自己助寿 那特开心 为什么呢 在他看来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大清的威名早就名阳四海了呀 英国在哪啊 他不知道 听说比这个俄国还远 就连那儿的人都对我臣服 那我这不是乾隆盛世吗 对吧 也不管自己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中国人不能跟洋人接触啊 就下令沿海官员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只要看见英国船 就先把他们送到北京来 如果船这个来的慢点 那么你先把礼物送来也行 乾隆皇上有这种心态啊 除了他的自负啊 以外啊 更重要原因 那手下大臣早就把英国人写的信给改了 人家英国人的信的第一句是什么呀 乔治三世国王陛下 奉天承运 到乾隆这儿呢 就是这个英吉利国王 谁谁谁谁 恭祝乾隆大皇帝万寿无疆 而且里头具体改动也特大啊 各位可以百度一下特逗 总而言之吧 这1793年7月26号 马格尔尼史团终于来到大谷口 这是解释一下 这个第一站不是大谷口啊 是定海之间的说了 后来又废了很大 立即才到天津 中间呢也有很多事 这些事啊 说实话 您可以报名我那个 原名人现象活动具体在 咱们可以具体在那说 到了大谷口 英国使团就傻了 为什么呀 这中国人太热情了 码头之上 到处都是这个欢迎群众啊 给他说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拿着花的 举着小旗的 反正什么都有 中国官员带着大量见面礼 给英国人送礼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啊 访问团的花费是自礼的 就算送礼这个不能太贵重 一般就是象征一下 但咱中国这边为了表现自己是天朝上国 一切费用乾隆给报销了 见面礼也是相当夸张 牛100头 羊120头 猪100只 鸡鸭巫数 这都是活的啊 零罗绸缎 金银财宝 瓶瓶罐罐的 不计其数 以至于英国那艘 105门火炮的巨型战略舰 根本装不下 马格尔尼呢 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就这么说了啊 由于送来生畜太多 导致很多动物啊 在路上就被挤死了 他们只好把这死掉的动物 扔进海里头 接下来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在岸上 欢迎的那堆群众 都跳下海去抢那些死去的动物 任凭中国官员如何呵斥 也没用 怎么那会儿中国人这么没起来啊 这真不能怪当时的老百姓 真是因为他们太穷了 根据马格尔尼的记载啊 他们那个日记 后来翻译出来 咱们也能看见 当时中国老百姓啊 唯一的肉食是狗 虽然说这老百姓家里头 也会养鸡啊 养猪 但是狗仍然是主要的肉食来源 这样英国人不能接受 他们那会儿都不吃狗了 除此之外呢 他们更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呀 到处可见的七婴 马格尔尼保守估计就在北京城 首都啊 北京城 每年就有九千婴儿被一气 随处可见这个七婴的小手 从这垃圾堆或者是残垣断壁露出来 中国的内核之上七婴更多 河流两边的老百姓熟视无睹 仿佛飘过来的不是婴儿 而是一条狗 哦不对 如果是狗啊 中国人会抢 马格尼使团记录了不少 当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还有一个事呢 也给他们留下印象很深 就是这中国的贫富和等级差距都特别大 中国的官员身边啊 有大量的奴仆 他们上街之后呢 所有老百姓都得跪下行李 仿佛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马格尼使团的副团长巴罗 在他的日记里写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他们在内核行走 需要找一些向导啊 包括侨夫这么一帮人 就让当地接他们的那个中国官员 去帮他们去找 没一会儿 这些中国官员就找来了一堆老百姓 真是衣着蓝绿啊 那面黄鸡兽 这帮人呢就跪在地上 就跟这个中国官员说 哎呀 这个如果我们帮他们去做向导的话 你家里的农活没人干了 这怎么弄啊 这个中国官员不管这一套 命令他们一个小时之内 做好准备 然后回来 要不然的话满门抄斩 巴罗在写上这件事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满清政权的高压手段 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 并且按照自己的模式 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人们的道德观点和行为 完全由朝廷左右 所有人几乎完全处于朝廷的控制下 当然了啊 现在这很多这个青史专家啊 青史专家们就说啊 这是那英国人的片面之词啊 不值得相信 乾隆时期那还是个盛事 对此啊 我不想发表任何评论 咱们说回来啊 马格尔尼使团 进建乾隆之后发生的事呢 我估计很多人也都听说过 那些精心准备的礼物啊 包括什么马车 热气球 太阳系模型 战舰模型 武器弹药 乾隆皇上连看都不看 直接就扔那圆明园仓库里去了 直到棒了多世纪之后 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 惊讶的发现 哟 这些东西还在圆明园里锁着呢 那顶热气球啊 甚至还被英国人运回去了 为什么呀 太古老了 这玩意算文物啊 马格尔尼一看 这个秦龙皇上对这礼物毫无兴趣 这心情也就凉了 知道这事肯定 接下来要干什么 那也基本就干不成了 但是此行的目的是谈贸易的事啊 那还得硬着头皮说呀 就跟秦龙皇上提了五项建议 比如说什么呢 把这广东这一口通商改成五口通商 中英互派使节 在北京建了一个洋行 方便双方做生意谈点事 对吧 就诸如此类的 反正英五条 秦龙皇上听完之后啊 一一驳斥 反正一项都没答应 但是令人唏嘘的是什么呢 马格尔尼这次提出的五项建议 正是后来第一次压缝认证后 中英南京条约中的七种五项 每次看到这段历史啊 我说实话特别痛心 还特别惋惜的那种感觉 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啊 这个明朝自从进了海之后啊 中国至少有三次机会 是可以了解世界并且赶超他们的 其中呢 这马格尔尼使团访华是最后一次 当然了 这历史不容假设 这东西就是能歪歪一银一下 对吧 但是咱平静下来想啊 哎 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咱们批评历史人物 他们那种做法没用 对吧 我对历史有一个观点吧 就是历史上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都是他那种情况下的不得已 包括咱们也是啊 对吧 咱们做每件事 那都是听过大脑思考 做出的自认为最正确的那些事 因为批评没用 二百年后 那有人看不惯咱现在的做法 那是吧 他批评 那咱现在也不知道 然后就算知道 那也没招啊 对吧 所以只能希望是什么呢 真的啊 以史为敬吧 至少咱们做点什么事 别亏心就行 好了 关于这个马格尼史传访华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情故事机